阿瑪斯公布最新作戰影片 声称还在西法医院 周遭反击乙军 他们手拿武器埋伏瞄准 经过的坦克车 尽管如此乙军基本上 还是掌控住西法医院 我们在这里的区域区区 就连乙军发言人哈加里 都向来去自如特地来到医院里 说明战况 我们已经判断了250亥马斯 和伊斯兰的派遣人 我们已经判断了 阿瑪斯近期趁不注意 溜回北部的西法医院 乙军为此派出特种部队扫荡 又发现更多枪炮武器 这三天许多民众远远就能听见 西法医院的激烈交火 还有西法医院的医生 隔着栏杆目睹 以色列军车就在前方 不过以色列声称 三年的行动都没有伤及无辜 只是这样的说法 还是还目击者有所出入 也有一颗学生半夜 从床上被爆炸声吓醒 感受炮火越来越靠近 不过他们随后又被告知 千万别擅自离开 以免成为乙军的攻击目标 但不逃也无法保证不受到波及 画面中这名妇女才刚刚外出找面粉 一回来就发现家人全部消失 四周则是满布瓦砺堆 更有镜头拍到两名光着身体的少年 声称中途遇到乙军坦克 逼他们脱衣审问 虽然最后获释 但很多周围的人不幸被杀 加萨中部至今也无能幸免 周三又有三层楼建筑被炸垮 至少15人死亡 面对各界最担心的进攻拉法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似乎有推迟的打算 现在说进攻行动需要时间做准备 纳坦雅胡究竟打什么主意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六度访问中东 他结束沙烏地阿拉伯的访问后 又来到埃及之后 也会前往以色列 对于加萨不断恶化的人道危机 以色列制作影片与联合国互呛 内容指出原本北部两个过境点 都是因为哈马斯突袭才关闭 以色列只是对拉法过境点进行安全扫描 以防有人夹带武器 以色列反怪联合国无力解决物资 被哈马斯夺走的问题 使联合国自己办事不力 别新闻 纵火导 从废墟中抬出伤患 加萨市才刚刚被炸完一轮 没想到 妇女一身凄厉惨叫后 一枚以色列飞弹就打在他们身旁 镜头瞬间剧烈摇晃 巴勒斯坦人赶紧拔腿窜逃 遭遇一轮又一轮的空袭 加萨市居民扛着大包小包 有的徒步 有的搭乘旅车 试图逃离北部战火 即使逃到南方还是照样被炸 加萨现在根本没有安全地带 正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 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人 传出将被迫送回加萨 只是这一切都将改变 战争将为这位小女娃 沙拉带来痛苦的人生 过去六个月的时间 这三位加萨妈妈住在以色列医院病房里 一同照顾五个新生儿 但他们不得不打包行李 因为以色列当局下令将在周三 把他们送回加萨战区 尽管如此 其中一位母亲还是迫不及待 想赶快回去 附近利监医院也有将近五十名 巴勒斯坦癌症患者 在以色列接受化疗 同样被纳入遣返名单之中 回到加萨恐怕很难生存 因为除了医疗系统几乎崩溃之外 还要面临日益恶化的饥饿惨况 眼前这位原本正向乐观 喜欢跳舞的六岁加萨男童 愿严重营养不良又缺水 现在变得骨瘦如柴 还躺在医院病床上 让妈妈看得相当不忍心 联合国市警北加萨五月就可能爆发饥荒 正在出访菲律宾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再度祭出警告 联合国人权失误办事处痛批 以色列拿饥饿当作武器 这恐怕构成国际战争罪 然而以色列总律纳坦雅胡 完全不理会国际舆论 坚持还是要进攻拉法 纳坦雅胡将派出官员 最快下周前往华府 跟美国汇报已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 布林肯也将在周三再度访问中东 希望从中斡旋达成听货协议 及时阻止拉法遭到攻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